這次的書是講述一位老師在他教學時見不同的學生 而每一位學生背後的故事亦令這位老師不敢落淚 我真是很想聽聽這班陳妍樂同學所講的愛媛教室 各位嘉賓 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你們好 我是溫醫班的陳妍樂 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紹這本書 就是由崇守方所寫的愛媛教室 崇守方是一位小婆老師 他將他二十七年教學生涯所經歷令人感讀的事寫成了一本書 二本書有二十個短篇小說 雖然沒有很多華麗的用詞 但每個短篇都是以感動和淺白的文字來表達他的感受 每個動人失言的故事都啟發我們深思界 愛媛教室這位老師所留的都是美麗、充滿愛的眼淚 在我就是周處這篇文章 老師的一位學生阿傑 經常欠高功夫 對人又沒有禮貌 但老師都會包容他 想盡辦法令他改革自身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成任埋怨老師 罵我們很煩呢? 我們嘗試回想這一年 是誰給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我們? 是誰成任幫助我們呢? 就好像《風奇沒出過孩子》這篇文章 風奇一家都恐恐 連鞋都沒得穿 老師竟然幫風奇支付學費和書費 還買了一雙高鞋送給風奇鐵 老師的導出真令我很感動 我最深刻和感動的一篇是老妹妹 作者班上就有一個學生阿傑 她長得很漂亮 但妹妹就不幸患了皮膚病 長得很難看 所以阿傑就給妹妹發課了 老師決定去阿傑的家庭 但阿傑就說 阿傑叫爹地媽咪來學校找你的 老師也是去了 老師一去到 妹妹就出來玩了 老師我都想上學了 阿傑就說 她根本就不可以上學 同學撞到她或者撕著筆的時候 皮膚就會爛了 阿傑好聰明 她表面上是為了妹妹著想 不想她受傷害 但事實上 她是不想妹妹醜陋的樣子認上她 有一天的課堂上面 老師分享了她的敬禮 老師是一個妹妹 她相約有點無名 走路的時候很乖 經常被人取笑 但老師會背她外出外 和保護她 老師說 我最疼她 因為她是我妹妹 外表不耐到一切 雖然阿傑會生得很難看 但她都很懂忍耐 最重要的是 內在美 每個人都可以很美 可能我們平時都會遇到一些不可愛的同學 很驕傲 對人無禮貌 給別人的感受 其實每個人都會犯錯 那些同學都有他們的優點 例如他們可能會為我們服務 清理垃圾等等 我們應該接納和包容他們 以愛去感動他們 令他們變成一個真正為人著想的同學 我的一位朋友 不幸變成了小魔怪 但她感恩的是 她現在變成了一個訪愛的小天使 看外面教實這本書 很值得我來看 大家不妨在這本書 學習一下老師的愛 最後我想用一句簡單的話 來作總結 愛在美 才是真正的美 你會選擇一個美麗 但鮮藝的愛表 還是一個有內涵 有美麗的愛心呢 多謝各位 謝謝